我是今天的值班医生李靖隆医生 现在我给大家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 等一下我准备进去黄区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流程 这是我们进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 从这里开始进去 我们就进入绿区 什么叫绿区呢 绿区就是我们处理一般医嘱的一个地方 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旗帜 这是我们的服饰 还有这两个是我们处理医嘱的医生 这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一个黄区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更衣间 更衣间 然后这是男更衣间 这是女更衣间 然后我们从这里然后开始进入防护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院感室的主任们 还在帮我们指导换孕符的一个工作 等一下我准备从这里进入防区 现在我已经换好了洗手符 那等一下我要在我们院感的主任们的指导下 然后把我变成了能变成防护的一个 双脏防护的一个医生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 这里要经过十个步骤才能变成 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变身吧 然后现在我已经在各位院感主任们的一个指导下 把防护服穿好了 然后现在准备进入黄区 然后这是我们黄区的一个通道 不过这个通道以后就再也不能退口 这是黄区的一个富士站 然后我要穿过黄区的一个富士站 进入穿衣间 这是穿衣间2 我要在这里穿过穿隔离衣 这是我们穿隔离衣 和面屏的一个地方 这是他的一个步骤 等一下我在这里要变穿衣防护 现在我们已经穿大口隔离衣 现在我要进入黄区 这是我们要感应自己的一个中心 或者这到我们的机会 我们不能再回合了 现在我进入的是黄区 然后这是我们黄区的一个病房 这里就是病人的一个主战场 然后过来之前我们要出去前的一个拖衣间仪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脱下可离衣 然后进入黄区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都是病人的一个区域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室 等一下我要去给病人采一个淹饰籽 现在我要帮病人采一个淹饰籽 好 这是验尸组的一个管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个病人 他现在有这个是90的养龙度 流量是50的养龙度 流量是50的 流医没办法跟外界交流 所以我们把查房的疫情先用纸写下来 然后通过对讲机或者手机拍图片的方式 发给绿区的一个医生的一个手机 然后通过绿区的一个手机来处理 遗嘱再发给房区 这是我们给病人开的中药 然后我想问一下他这两天吃的感觉怎么样 我吃了中药感觉什么药是吗 对 感觉很好 哪个地方感觉好了 嗯 就是吃满了嘴巴里面有味道不小心 有味道 胃口好了 胃口好了 想吃 然后那个肚子脏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上厕所还不怎么好 对 然后喉咙肝呢 喉咙肝也有感觉 好一点 是吧 就是中药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是吧 比较好 OK 好 那这两天气喘感觉怎么样 气喘感觉怎么样 就是气喘 气喘是气喘感觉还没那么好 是不是 在红区然后如果由于没有复工 所有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生活杂事 就是都由护士们亲自操刀 包括你看更换垃圾 就是他们今天在更换每个 病人的垃圾 然后这一排 大概有十几个垃圾桶 他要一个一个的一个更换过去 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 我现在准备出去 这是通一间 然后我从这里里面 偷我的隔离 你进去以后我就不能回到这里面来了 那希望武汉人民人早日恢复健康 我们可以脱下口罩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一个风景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